第29题 市盈参加高空弹跳的活动 如果弹力绳的自然长度是30公尺 市盈从起态条向下跳时 最多可以下坠65公尺到达B点 如右图所示 则他从A点降至B点的过程中 市盈的动能 重力位能 以及弹力位能分别如何变化 我们晓得A点是所谓的自然长度 到B点是有伸长 所以过程中弹力绳有形变 有形变会产生弹力 这个弹力是要使弹力层恢复成原状 也就是这个弹力是向上的 所以在过程中 他有受到一个向上的力量 我们从弹跳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他会使他的速度会逐渐的减小 最后停下来 不再往下掉 因此我们知道 从A点到B点的过程中 速度会减小 也就是动能会减少 而A到B的过程仍然在持续下坠中 所以当然他的重力位能也是减小 而A点到B点的过程中 弹力层的形变都越来越大 因为形变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弹力也越来越大 而弹力位能也是越来越大 因此第29题我们说 私营的动能未能 以及弹力未能分别如何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 诸动能渐减 重力未能渐减 而弹力层的弹力未能渐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